闲事 室友夜晚被人尾随 我劝他报警 却没想到抓住的尾随者是京城有名的富二代 富二代解释尾随是因喜欢室友 但经此一事恼羞成怒出了国 后来室友穷困潦倒 在一个黑夜将我从烂尾楼推下 他说 多怪我多管闲事 害他没做成富太太 再次睁眼 我回到了劝他报警的那天 这次我没有劝他 而是淡淡道 可能就是顺路 毕竟这条路也不是你一个人走 我这句话一说出口 林一有一瞬间的卡壳 本来要说出口的话也变成干巴巴的 但是我听说最近大学城旁边挺不安全的 我心里冷笑 原来他也知道不安全啊 刚开学的时候 林一一因为家庭条件不好 很多人都不愿意和他说话 到哪都是孤零零一个人 我看不下去 主动和他交了朋友 之后更是因为他软绵绵的性子 到处为他出头 得罪了不少人 上辈子他晚上坚持回来 白着脸 整个人都是僵的 一进来就拉住我的手道 暖暖我好害怕 有人 有人尾随我 那几天正好有很多人反映 学校附近有不明人士 故意尾随女生 暴露一些恶心的东西 导员也多次强调 最近晚上没事不要出去溜达 保不及那变态会做什么过分的事 但林一一要兼职 只能硬着头皮出去 没想到他回来的时候 真的感觉有人跟在他后面 单惊受怕了一路 他终于忍不住朝我开口了 那时我是真的很担心他 于是我耐心安抚他 还劝他报警 兼职最近也不要去了 起初他有些犹豫 兼职 我 我不想退 我知道他的生活费快不够了 但每次我借他 他都张红了脸拒绝 于是我苦口婆心的劝他 请两天假不影响的 要是真是坏人就危险了 而且不一定报警 很快就抓住了呢 果然 在报警的第二天 尾随的人就抓住了 可谁也没想到 这个人居然是京城有名富二代 顾琛 他被警察强硬的扣住手时 脸上全身怒气 你抓我干嘛呀 有毛病吧 面对警察询问动机时 他闪烁其词 我 我 我喜欢他不行啊 很明显 这是顾琛不想把事情闹大 故意找个借口 但这没能成为放过他的理由 警察还是将他带回了警察局 之后 顾琛很快出国 这些话除了我和林一一之外 没人知道 可我没想到 这句谎话林一一信了一辈子 甚至最后贫困潦倒时 还将一切都怪到我身上 顾琛结婚那天 盛大的婚礼全网直播 一时间网友无一不感叹羡慕 就连林一一也不意外 他坚信 当初如果没报警的话 这样人羡慕的顾太太 就应该是他了 于是 他以多年未见为由约我出门 拖延至深更半夜 才放我离去 之后 更是在反途找人尾随我 将我逼到一栋烂尾楼 亲手将我推了下去 临死前 我的眼中满是他面目可憎的模样 像暖下辈子 就不要多管闲事了 我最讨厌的 就是你那副烂好人的样子 都怪你我才没人喜欢 我那时才知道 他压根不在意我的嗜好 只不过是没得选择罢了 他一直讨厌我明艳的性格和外表 觉得是因为有我的衬托 大学才没有人喜欢他 好不容易出现一个喜欢他的人 还是京城富二代 却因为我不合时宜的建议出了国 于是他对我的恨意更深 甚至我和班里同学不好 都是他暗暗挑拨的 目的就是让我和他变了一样 他既享受着我的庇护 又想见我深陷泥潭的狼狈模样 真是虚伪至极 如果再来一次 我绝对不会帮这个白眼狼 我带着恨意闭上了眼 但没想到 想象中的剧痛没有来临 反而让我回到了他被尾随那天 这次我如他所愿 没有阻止他 我想看看 没了我 他是不是真的能如愿 当上那个人羡慕的顾太太 见我半天不说话 他有些着急了 暖暖 你知道的 我很需要这份兼职 不去不行的 我点点头 一副为他着想的模样 那你可以白天去呀 正好这学习客比较少 不行 林一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见我疑惑 他想意识到 自己的态度有些过了 他小声道 暖暖 你知道的 我不想别人知道我兼职的事 可我知道他害怕的不是丢脸 而是怕被毁掉这么久以来 但是加上兼职的工资 怎么说都够了 他总说不够 是因为能够融入班上的小团体 没少花钱讨好他们 所以钱怎么都不够用 只能拼命兼职 现在好不容易有点起色 大家开始隐隐接纳他 他又怎么可能愿意 再被人看不起 所以对他来说 报警从来都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这次没我顺着他的意 给他加油打气 他表现得很犹豫 他有勇气怪我这怪我呢 但报警抓得尾随的变态 却要纠结半天 说到底都只是窝里横靶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另外两个室友也回来了 他更加不敢提这件事了 纠结半天 他还是趁我去洗澡时问 另外一个室友道 久久你们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奇怪的人啊 叶久久加底音时 背景甚至比顾家还大 但这个大小姐 除了心直口快之外 并没有什么架子 她是比较早发现 林依依真面目的人 一向看不惯林依依 一副柔弱不能自理的模样 这次见他一脸委屈样 搞得好像全世界欺负他了一样 也没好气到 没遇到啊 再说了 遇到了也很没关系吧 林依依立刻摆摆手 不是的 不是的 是暖暖说 最近不安全 让你们早点回来 不然辅导员那边不好交代 叶久久比起林依依 更看不起我这个被人当枪使的笨蛋 当即就翻了个白眼 让他去告状啊 难道我还怕他不成 我正好洗澡出来 疑惑开口 我没说过这话呀 而且和辅导员会报寝室情况的 不一直是你吗 林依依立刻张红了脸 制止我的话 暖暖 室友虽然不喜欢我们 林依依我最讨厌这样的小把戏 我告诉你别惹我 林依依急得满脸通红 眼眶立马就红了 不是的 不是的 但是我不帮他 他压根也不敢说出什么 各所以然来 他求助时的看着我 我这才慢悠悠轻易接过道 行了 热水快没了 先去洗澡吧 也没说其他的 静止躺到床上 是有些意外 我没像以前一样 一关于林依依的事情 就和炮仗似的 但是也没再说什么 转身洗漱去了 林依依还站在原地 依旧是那副委屈巴巴的模样 但是我也看到了 他在看向我时 眼底有一闪而过的怨恨 我冷笑 林依依这种人最是自私 永远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无论对他多好 他都只能记住 对他不好的那一次 甚至记恨一辈子 一早醒来 林依依的状态有些差 一看就是昨晚没睡好 他有些忧怨地问我 暖暖昨天你怎么不帮我 我不想他起疑 毕竟对这种人记恨上 就像给自己埋了一个定时炸弹 我不好撕破脸 于是我为难道 你这些话都没和我商量过 我乍一听到肯定很猛了 顺嘴就回了 他一向觉得我没什么脑筋 脸色有一次不自然 那那你也不应该说 那么直接啊暖暖 多影响我和叶九九之间的关系啊 我心里冷笑 凭什么他的错要我背锅 所以我就活该咯 但一一我本来就没说过那些话呀 况且久久不是小气的人 刚刚他见面还和我打招呼呢 林依依眼里闪过极度 他今天不是没找事有限为殷勤 但是两人都不搭理他 我故作难过地问道 还是他们说的是真的 一一你真的是故意这么说的 或许是我眼里的伤心太过明显 他急忙道 暖暖我就是随口一说 你别想太多 半晌见我点点头 他才松了一口气 但是到了晚上他又开始发愁了 毕竟晚上他还得去兼职 可他心里也是真的怕 人事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暖暖今晚兼职 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吗 这是又是要坑我的节奏啊 我惊讶道 一一你不是不去了吗 随即又为难道 但是一一明天是周末 今天晚上我爸要来接我了 一一装可怜道 暖暖这次你就留下陪我吧 我真的很害怕 幸好我早有准备道 一一这次真的不行 我外婆生病了 我得去看看他 他不甘心道 那明天我陪你去也行啊 我坚定的摇摇头 一一这事是真的不能拖 而且我昨天不是和你说了 去请假吗 去一两天没事的 或者要不这样吧 我另外找一个人陪你去行不行 正好班长不是有空吗 我帮你问问他 班长这人大嘴巴 告诉他不就等于告诉所有人了吗 不行 一一急忙拒绝道 眼看着也指望不上我 嫌弃道 行行了 待会你回去吧 这事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 我担心道 乃一一你小心哦 林一一还能怎么办 只能一咬牙去了 晚上我特意 让我爸在校门口等了我一会 直到看见林一一回学校 顾称鬼鬼祟祟的跟在他后面 我喊了保安把他抓住才离开 虽然没能看一场大戏 但把两人锁死也是好的 毕竟就我所知 顾称确实是对林一一目的不单纯 当初他确实要追林一一 但只是因为一个赌约 当初就是他和狐朋狗友 这是蹊跷 那时觉得林一是我的好朋友 还特意为他打听了一番 我还一脸后怕和他说了 他脸上表情很复杂 之后没再提过这事 我以为他早就忘了 没想到却是记恨了我一辈子 这次我把机会送到他面前了 希望他不要后悔 等我回去的时候 林一一满面春风 一看就是顾称用了和上辈子一样的借口 寝室里 林一一脸娇羞的告诉我他谈恋爱了 但是没告诉我是谁 我猜他是不放心我 我也就没多问 况且我知道有了顾称 林一肯定很快就不和我往来了 果然 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的 想要和我批心关系 他一脸娇羞道 暖暖 以后我就不和你一起走了 你也知道我男朋友和我刚在一起 离不开我假装惋惜了几句便同意了 于是他开始和顾称全心全意的恋爱了 就是不知道他得知真相后 还能不能笑得这么开心 林一一很快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 到哪里都有很多人羡慕他 为了巩固形象 他甚至还请全班人喝奶茶 一一你好幸福啊 就是就是 能和我们说说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吗 事情的真相 只含含糊糊的说 是阿琛一直都暗恋我了 表白之后就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 大家还是发出羡慕的惊叹 不是吧不是吧 被顾称暗恋 哇 一一实在太厉害了 居然被顾称暗恋 有了大家的追捧 林一一更加得意 我则是在角落里看好戏不参与 叶九九走了过来 语气说不上好坏 你不是林一一好朋友吗 怎么只能坐这里 我没隐瞒 他现在不和我一起了 叶九九翻了个白眼 我就知道 就你这种屈心眼 才能被这种人当枪使 我汗言 能不能不要老是 当着我的面正嫌弃我 不过叶九九又淡淡朝我道 不过远离他总是好的 我劝你以后防得他点 毕竟他这种人一看就坏点子多 林一一风光了很久 甚至都不怎么回寝室了 这倒是 让我和另外两个室友的关系 亲近了很多 然而这天林一一却意外地回来了 见我们三个挤在一起看电视剧 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满 但还是轻易地喊我们道 我回来了 见我们都不说话 他有一次尴尬 暖暖刚刚我给你发信息 你怎么不回我呀 我拿起手机看了眼道 刚刚没注意 那我现在和你们说一声 明天晚上顾琛想请你们吃饭 希望你们都能来哦 具体的地址我已经发给暖暖了 说完 他甚至没等我们回答 直接离开了 高月道 查里查气的 一看就是鸿门宴 找我们三丈来了吧 叶九九撩撩头发 不屑道 怕什么 不就一个顾家的私生子 到时候见了我屁都不敢放一个 私生子 高月一听八卦就来劲 这也是我最近才发现的 叶九九淡淡道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顾琛一直都只听到别人说 他是富二代 没人说他和顾家什么关系 我们圈里人都知道 顾琛是前顾总的私生子 现在的顾总心好 没有对他怎么样 而是把他养着 只不过现在看顾总的目的 也不是那么简单 高月一脸八卦 什么呀什么呀 大小姐是不是真的什么内幕 和小的说说呗 叶九九敲了他的脑袋 以后你就知道了 高月不满意 你怎么这样啊 我则是一脸谄媚 叶大小姐威武 以后就跟着你混了 叶九九嫌弃 滚一边去 果不其然 等第二天到地方的时候 顾琛本来只高气扬的 但在看到叶九九那一刻 脸色十分精彩 叶小姐 原来你和依依是室友啊 叶九九腻了他一眼 面无表情道 是啊 不然你想干什么 没干什么呀 就是请依依依的室友吃饭 听说他的室友对他很照顾 叶九九不吃这一套 哟 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 顾琛接二连三被下面子 脸色有些不好看 但他却不能对叶九九怎么样 只能暗暗弯了一眼零一一 而原本是想让顾琛出气的零一一 表情也很精彩 但很快结果 原来阿琛和九九认识啊 叶九九翻了个白眼 还想说什么 但被我很快制止 九九 一一好不容易请我们吃饭 还谈了个这么好的男朋友 我们就别再多说什么了 在我疯狂的眼神试一下 叶九九依偎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你说的对 零一一感激地朝我看了一眼 我像往常一样朝他笑笑 毕竟怎么能现在就让他美梦破碎呢 还是从高处跌下才是我想看到的 你就是平时照顾一一的室友吧 这时顾琛注意到了我 眼神在我脸上停顿了很久 与其有些暧昧到 不知道美女叫什么名字啊 我有一瞬间是真的犯恶心 零一一的目光也一瞬间就变得很难看 他不想我和顾琛有交集 于是替我回答道 这就是我和你说过最多的那个室友 向暖 有几个字他咬得很重 一听就知道 他肯定没少说我的坏话 可顾琛还是盯着我 甚至伸出手道 原来是你呀 真是幸会呀 我觉得他的手怪恶心 实在不想伸出我的手 还好零一也不想顾琛和我过多接触 他立刻挽起顾琛的手臂撒娇 怎么还不点菜呀 我都饿死了 吃完饭走出来的那段路 零一一都紧紧地拉着顾琛 眼神也是永远地盯着我 生怕我和他再有什么交集 我也巴不得赶快走 这顾琛的目光简直太恶心了 夜九九回到寝室 一位深长地和我说道 不错 最近有点脑子了 但是多注意顾琛 缠上了可有些麻烦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远离零一一 我似懂非懂 但不影响我这几天都没赶出学校 直到零一一被顾琛甩了 我震惊 这也没多久啊 但想想只是一个赌约 而且顾琛这人一向喜心厌旧 平时又不干正事 厌倦了零一一也正常 只是这几天 我老感觉眼皮跳 像是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一样 正好刚刚得知最新八卦的高月 来和我们分享 你们猜猜零一是怎么被分手的 也不需要我们的回答 他一个人就得罢得的往下说了 原来顾琛和零一在一起 只是因为一个赌约 顾琛和狐朋狗友打了个赌 就是和酒吧服务生在一起一个月就行 零一正好在酒吧打工 他就选了他 我告诉你们可可怕了 据说顾琛喝了点酒 当初摇摇晃晃的跟在零一后面 差点被保安当成坏人 也就零一会相信什么 他一直暗恋他 跟在身后喝酒壮胆表白了 既然我们都毫无波澜 高岳疑惑 怎么感觉你们都知道啊 我当然不会告诉他 我是重生的 我只打哈哈道 这个我已经在厕所偷听到了 夜九九则是一脸高声莫测 我只能说 我甚至还知道他们的赌约是什么 不过以你们的智商还是不说为妙 且 高岳没有被打击 继续有声有色的 将零一一是如何被甩说了出来 原来是顾琛带着零一一去见狐朋狗友 表示赌约他已经成功一半了 但酒一喝多了 那群人嘴上就没个把门当 在厕所把一切事情都说了 甚至还在调侃顾琛 居然连一个香巴佬都吓得去手 顾琛摆摆摆手 表示为了打赌成功 这一切都是小事 大不了狠狠甩了零一一 这全被门口的零一一听了去 他当即哭着说要分手 顾琛也是个要面子的 无论如何也不会说是自己的错 更不会让一个他看不起的女人要挟他 于是他哽着脖子说了句 分手就分手 那也只能说甩了你 零一一当场崩溃 嚎啕大哭着跑了出去 我听得津津有味 狗血太狗血了 要是按偶像句套路 这顾琛是要追起火葬场的 但可惜这不是小说 两个别有所图的人在一起 我不相信他们这么容易分手 果不其然 很快我就接到了零一一的电话 暖暖 我好难过 你可以来陪陪我吗 我有些害怕的慌 甘巴巴道 一一要不你回寝室来吧 我们大家都在 我不要 我回去他们肯定会嘲笑我 看来这次确实对他打击很大 他直接不管不顾地打断我 难道你和顾琛也是一样的 都看不起我吗 对他这毫无理智的质问 我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不是的一一 只是有什么事回来说不好吗 外面也不安全 林一一并不买账 他阴瑟瑟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 向南你就是看不起我 你和顾琛 他们没有什么不同 都是虚伪至极的人 他猛地挂断了电话 叶九九他俩一言难尽地看着我 我就说吧 林一一这种人 你对他多好都不会领情的 只要一件事不如意 他就能记恨上你 也就你 一直掏心掏肺对他好 我只能尴尬笑笑 毕竟上辈子的我确实傻 但我的预感还是没有消失 而林一一也不见了 自从林一一被分手后 好几天都没来学校 也不知道去哪里 辅导员也找不到他 急得都快上火了 没想到过了几天 林一一自己回来了 他看上去很憔悴 看来失恋的打击对他很大 但他态度却是好了很多 没有像以前那样有些拧巴 而是大大方方地承认了错 甚至说有什么惩罚他都认下了 辅导员多多少少知道点 只当小姑娘接受不了感情被骗 说了他两句就放他走了 林一一见到我更是红了眼眶 暖暖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就你对我最好 高岳在我背后 声音不大不小 刚好能让他听到 前几天不是还说香暖虚伪吗 怎么现在又是最好了 林一一表情有些尴尬 马上又渲染玉气 暖暖那天是我气过头了 说话有些冲动了 你不要生气了 原谅我好不好 他这样总实在太熟悉了 甚至死了都忘不了 上辈子他约我晚上见面 也是这种神情语气 我感动赴约 等来的却是被他从烂尾楼推下 死无全尸 甚至都分辨不出人样才被发现 我怀疑他和我一样重生了 于是我像以往一样 搂住他的肩膀道 没事一一 我知道你也不好受 有些是过去了 也就过去了 暖暖谢谢你 林一一脸感动地看着我 但我只从他的眼里 看到了满满的算计 叶九九则一脸我疯了的模样 他私底下问我 你是真傻了吧 一看林一就是不怀好意 你怎么还原谅他了 我只能告诉他 我觉得林一还想着顾撑 叶九九惊讶 都那样了 他还想着那丝生子 我皱眉 我不确定他要干什么 但我知道他 肯定还想做顾撑女朋友 叶九九朝我神秘一笑 你放心顾撑马上就不行了 林一一没有让我等太久 很快他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模样 白天和我待在一起 晚上出去坚持 这天 林一出去坚持没多久 给我打了个电话 语气很是着急 暖暖快来救我 救我 你批眼还敢求救 男人声音带着不容质疑 猛地挂断了电话 高月显然也听到了 他带着担心 暖暖你真的要去救他呀 去是一定得去的 不过肯定不能这样就去 叶九九则是直接了当地报了警 警察叔叔 我要举报有人涉嫌洗钱 然后大手一挥道 我跟你去 我到时候要看看 他到底要干什么 行了 什么表情 我是真的被感动到了 以前我只顾着 对林一一个人掏心掏肺好 得到的却是那样 惨的结局 说不难受 不心寒是假的 我几乎都快忘了 正常的友谊是什么样子 是叶九九和高月才让我重新认识到 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林一一样白眼狼 等我们赶进群魔乱舞的酒吧时 找林一一成立一件麻烦事 高月不赞同我们分台找 但酒吧里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们哪怕拉住手 很快也被挤散了 我被挤到了走廊里 只好顺着包间一路找过去 突然在一个包间门口 我被猛地拽了进去 我还未尖叫出声 那人先一步捂住了我的嘴 暖暖是我 是林一一的声音 一一你怎么会在这 林一一很着急 暖暖你先别管这些了 我叫你来是为了给我帮个忙 他按着我的肩膀 让我坐在沙发上 见我一脸疑惑 他很急迫道 暖暖只有你能帮我了 求求你帮帮我 以后我会感激你的 什么忙 我直觉现在的林一一很不正常 只能先稳住他 林一一眼睛一亮 暖暖 阿琛也在这里 上次是我冲动和他分了手 我想通了 哪怕他和我在一起的目的不单纯又怎么样 过不了多久 他总会喜欢上我的 林一有些懊恼 只是这么多天 我都没能和他说上话 但是那天我听到他说的话了 所以求求你暖暖帮帮我吧 他激动地看着我 你不会知道 成为顾太太会是怎样的风光 你放心 这次你帮了我 以后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我脸色难看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重生的 只不过没想到 他都已经回到过去了 还是沉溺在依靠男人 成为顾太太的美梦里 你想要我怎么帮你 林一一抱着我的手 暖暖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陪顾琛睡一觉就好了 什么 林一一全然听不出 我语气里的愤怒 而是继续讲着他的计划 昨天我起耳听到顾琛说了 倒是那个像暖长得不错 要是能睡到就好了 要是我把你主动找来给他 他一定会愿意和我重新在一起的 我脸色铁青 那你有想过我不愿意吗 林一一不以为然 暖暖睡一下又不会怎么样 更何况那人是顾琛啊 我都已经不和你计较了 难道为朋友做点小事 你都要推辞吗 我现在已经明白了 今天都是林一一个人的独角戏 我起身道 你想都不要想 转身就要走 可是林一一哪会同意 他从我身后拽住我的头发 猛地朝后扯 我没有防备地撞到沙发脚 瞬间疼得字牙咧嘴 林一一趁机把准备好的东西 灌到了我的嘴里 药效很快发作 我瞬间感受到身体的造诣 一时开始模糊 林一一如同恶魔般 在我耳边低语 暖暖你帮了我那么多次 也不差这一次 但还不等他出去找顾琛 警察先一步到了 犯罪事实摆在面前 无论林一一怎么辩解都没有用 夜九九则是带着我赶到了医院 我睡了很久 几乎第二天下午才醒过来 高月在我一睁眼的瞬间 就急忙去喊医生 听到我没事 他松了口气 昨天你都快吓死我们了 林一一找不到 你也是找了半天 也找不到人影 我朝他笑了笑 有气无力问道 之后呢 高月一提这个 瞬间来劲了 林一和顾琛都被抓了 甚至顾琛那群狐朋狗友都没放过 他们在门口还遇到了 你都没看到顾琛那个表情有多难看 一直骂都是林一一害他的 林一也是奇葩 顾琛都重骂他了 他还舔着脸叫喊着 阿琛不是我 我是爱你的 又怎么会害你 高月灰声灰色的朝我比划着 最后一由未尽道 真想让你看看 林一一抱着顾琛裤脚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样子 这下顾琛是真的玩完了 要进去了 别想了 先吃点东西吧 夜九九把打包的饭菜摆置好 你放心 这下顾琛是真玩到头了 高月不高兴 别买关子了 夜九九神神秘秘道 你们知道顾琛他们的赌约是什么吗 我老老实实摇摇头 他慢悠悠道 是一个地下赌场 听说他在里面也洗了不少钱 我一下子明白了 为什么上辈子顾琛出国那么干脆了 夜九九继续道 顾琛这个人呢 本来就是私生子 顾家根本就不重视 本来他要是老老实实的 顾家也不会亏待他 但是他偏偏要作死 他这下是被顾家彻底抛弃了 不过听说林一一还不放弃他呢 任谁看了都得说一句感动啊 希望他能坚持住 林一一很快退了学 听说是真的搬去顾琛耐住了 说是要等他出来 而顾琛这个人以前有顾家 别人都还多少给他点面子 现在除了林一一 谁都不愿意搭理他 甚至以前他得罪的人都开始打压他了 但对于林一一 他也没有好脸色 他觉得这一切的不幸 都是由他造成的 可怜的林一一 还不知道顾琛私生子的身份 还做着多年后做顾太太的美梦 我则是摆脱了林一一 生活得到了质的提升 毕业后更是直接跟着夜九九 道理夜市 我这辈子和上辈子差不了多少 但是这次我能有热爱的工作 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对我来说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 后来我和高岳一起在公司附近 租了一间宽敞明亮的房子 夜九九接任了夜市之后 和我们的关系并没有生疏 周末有空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 聊聊以前的生活 但更多的是高岳没飞色舞 讲他收集到的八卦 拖他的福 现在我对公司某些员工 简直比他们自己还了解他们 但之后我也见到过林一一 他这辈子依旧过得穷困潦倒 甚至比上辈子还惨 他一见到我就想过来抱着我哭 但被保安拦住了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暖暖是我呀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冷着脸看着他 我不觉得你把我当作个朋友 林一一有一次尴尬 暖暖之前是我鬼迷信翘了 我不想再和他废话 只是轻声问道 你相信前世今生吗 他的表情瞬间僵住了 暖暖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慢悠悠道 你遇见顾称之前 他神情激动 那你为什么不拦着我 我淡淡回答 这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结局吗 我一字一顿道 林一一 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 不是的 不是的 我是顾太太 我是顾太太 他瞬间崩溃了 为什么我不是顾太太呀 明明我已经和他在一起了 我低声告诉他 因为啊 顾称只是个见不得人的私生子啊 林一一愣住了一瞬 然后又哭又笑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之后听说林一一的精神 好像出问题了 于是桥洞里多了一个要饭的女疯子 见谁都喊 我是顾太太 我是顾太太 然后又会哭着说 我错了 我错了 可这都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